子华始于其 然子为其母请诉 子曰 雨之府 请义 曰 雨之雨 然子雨之素无饼 子曰 赤之士其也 成匪马亦清求 无闻之也 君子周己不计父 子华名叫公西赤 是孔子的弟子 比孔子小四十二岁 有一次 公西赤派出去做大使 那个时候呢 孔子大概是在当政 阮求是公西赤的同学 他因为公西赤 还有母亲在家 于是就带公西赤的母亲 请求食物配给 也就是请拨一笔安家费 孔子说 好 给他一府 府是古代的杜梁痕的单位 六斗四升为一府 这是米谷的乘数 数量不多 所以染球为他请义 也就是染球为同学说话了 老师啊 义府少了一点 给他增加一些吧 于是孔子说 好吧 给他一羽 羽是古代容量的单位 大概是十六斗 等于是说 孔子原来给他五万块 现在又增加了八万 大概当时染球 是在孔子那里当总务 一招全在手 便把令来行 为了同学 也不管孔子的意见 另外自己一批 给了五饼 当时是十六胡为一饼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相当于数字是相当大 好像就是 一下子给他了三五十万了 事后呢 孔子知道了 但是并没有责怪染球 这也是一种教育 当然现在做官很难了 以前做官是讲情 讲理 讲法 除了法律以外 还要合理合情 不像现在的时代精神 以法制为主 专讲人事法规 人事管理 往往无法兼顾情理 染球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 孔子如果专讲法令 那染球是不对的 很可能要撤职查办 但是孔子没有追究 他始终站在教育的立场上 他说 赤之士奇也 成匪马 亦清求 无闻之也 君子周疾 不计父 意思是对学生们说 你们要知道啊 宫西赤这一次出事到期过去 神气得很 做的是第一流的交通工具 穿的是第一流的行装 等于我们现在说的 西装又湿几套 皮箱又湿几口 他有这么多纸装费 额外的津贴 竟可以拿出一部分来 给他妈妈用吗 我们帮忙别人 要在人家急难的时候 帮忙人家 公西赤已经有了办法 再给他那么多 不就是成了锦上添花了吗 这是不必要的 这也就是所讲的 求人需求大丈夫 寄人需寄 即时无的道理